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9.3D的部分 这个就是差级了 差级是这样,我们A差B 我们就看A跟Boverlap的部分 AIOAIO去掉AIO剩下E跟U 所以这个呢 A差B就是E和U了,非常好 B差A勒 问题来了,我的倒转了 现在是AIO我三个都有了 对吧 三个都有在A里面 这个是如果是B差A的话 就会去掉完了 所以这个就会得到空级,非常好 A差C呢 你会看到A跟C 其实只有这个A是同样的 Overlap的 所以去掉A罢了 所以就会增加EIOU EIOU 但是这个我要挑剔一下 我要挑剔一下,为什么 你看啊 延续怎样写,他有放空挂鼓 我们刚才讲了这个A差B呢 我们会得到一个几盒 所以虽然你这四个一样哦,但是哦 你放个空挂鼓给他 表示他整体来讲是一个几盒 好吧 所以要注意那个空挂鼓 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要挑一下鼓头 OK,再来这一个呢是错了 B差C差A我们就看C跟C差B C差B我们就看C跟B的那个 overlap的部分 我们把C里面去掉那个overlap的 所以其实只有B跟C罢了 没有I跟O I跟O没有加进来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中华卡 好像是如果用回旧课本的话 旧课本呢有一个东西叫做对称差 那如果是对称差那就有包括I跟O 不过这个已经是不在我们的课程内了 对称差好像是一个三角形的 那个不在 已经不在我们的新的课程了 我们只有XG XG就是C差B就是把那个H掉回来 只有B跟C OK 这个I跟O呢就没有了 而且要放空挂鼓 好 OK 哎呦 你用直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 这个 这个有点难度 他只是要他要看一下那个分配率 到底 分配率啊 这个叫分配率 不是不是这个叫结合率 我们先做前面跟先做后面呢 会不会有不同 哎我们来看一下 A XB 我就要把2跟4去掉 剩下一刹鼓 对不对 然后再XC的话呢 就是3跟5又去掉了 所以前面的这个呢 应该是剩下一刹了 哎 剩下一刹了 前面的剩下一 哎好像是要做对了 然后呢 我再先做BXC BXC呢 只是把4给去掉 对不对 剩下2跟6 然后呢 我再从A12345 去掉2和6 呃就是连4都没有去哦 就只是去2罢了 所以就会得到134 134 134 15 判公判公 OK 后面的这个 得到 1345 所以他相等吗 这个很明显啊 OK 不相等 不相等 OK 所以这个XC来讲呢 它是没有交换率 也没有那个 呃结合率 啊 所以他的那个顺序来讲呢 非常重要 哎 顺序前 呃不能倒转 然后呢 先做哪里 你必须要告诉我 讲清楚来 所以这个呢 你可以这样写吗 AXBXC 这个是不允许这样子写了 为什么 因为你做前面跟做后面呢 是不一样的话 你这样子写 我就不知道你到底要先做前 还是先做后 OK 所以有时候呢 那个框核就不能删 像这个XC的话呢 你就不可以把那个 呃 这个 呃 框核给去掉 OK 呃 这个则C X是指数的集合 2 3 5 7 11啊 那个1啊 原本你有写1 1不是指数啊 哎 这个要注意啊 这个也是非常很 虽然 呃 你得到XXY的话呢 1去掉 3去掉 5去掉 7去掉 得到只有2 然后呢 呃 你的答案是1 答案是对啦 不过正确来讲 应该是 指数里面是没有1的 来 指数里面是没有1 OK 嗯 答案是一样 所以只有剩下这个2 只有剩下2 OK 再来看第四题啦 A是12的因素 呃 就有1 2 3 4 6 12 哎 为什么还要后面这个条件呢 很奇怪 这个后面的条件好像不太需要吧 啊 要注意了 为什么他特地放这个服 这个E不可以呀 所以你必须要把E也去掉 B这个18的因素也不能拿E 我们只能拿2开始了 2 3 6 9 18 呃 还有吗 应该没有了 应该没有了 OK 大概是这样子 so AXB的话 当然 AXB 1 如果原本有1 1也会去掉了 2 去掉 我先看一下他overlap的部分 overlap应该是23 23 2 6 没有了 2 3 6 所以你AXB 应该是剩下4跟12 为什么这个9跟8会在呢 对吗 所以应该是4和12 注意要放公挂5 OK 然后呢 这个数目呢 不是 不是那个区域的元素的数量 这个数目本身就是一个元素罢了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呢 是2啊 这个一个 这个一个 所以要搞清楚啊 所以这个时候 我经常遇到学生就是混乱的 什么时候这个数字代表这一个元素 什么时候这个数目代表这个区域的元素的数量 如果这个要搞清楚啊 所以 你不是第一个弄乱的啦 不过 这个你要注意一下哈 如果你再不明白 你再看多几次啊 所以这个4本身是一个元素 12本身也是一个元素 所以总共呢 它只有两个元素 OK 可以啊 好 呃 所以这个如果是BXCA 又不懂了 OK 再来看这一题 S是12345 没有问题 R是2356 如果SXR应该是12345都去掉 剩下这个E 所以SXR是E 公刀乌一 就是这个E本身 E这个元素 如果你要是问我 NXXR呢 当然它只有一个元素 它这个也是E 所以写法上它是 写法上不懂 虽然都是异啊 但是它意识是不同的 意识是不同的 所以你要概念要搞清楚来 那Push 算了算OK了 应该是明白了